棕破塞这个行业大多是以男性为主 因为板德的工作相当吃重 有些粗活更是需要体力 但是于玲这个女生却选择承接家业 因为她从板德的过程当中 疗愈了思念父亲的伤痛 也保留了爸爸的丘老财 林 来来来 你这个会太大吗 阿姬啊 不要油 还不是说好吗 阿姬你等下来拿一下 我来就吃饭 好 来 你就品嘴我记忆中的味道下来 没有SOP 六年级的女中后妻丁梅林 身边的追咖每个都比他资深 大姐她们跟着师傅很多 所以她们的技术非常纯熟 我认为这个行业里面 越资深越值钱 所以她们是我尊敬的姐姐们 她们都是我的前辈 我说话就知道 人家做到老婆 对啊 她们根本不是 二十一岁了 一十一岁了 一十一岁了 她们都不是因为家里经济的关系 她们都不是因为家里经济的关系 对 她们都不是因为家里工作 或是怎样的 她们经济都比我们好 太多太多了 真的有 你不要再低调了 我先生在炒的 我们要做的是古早味的米糕 就是很简单的食材 但是因为它就是食材好 但是你就是一定要注意 要把东西不停地翻炒 不停地翻炒 炒到那个味道都出来 才会香才会好吃 注意就是不能烫 太熟或是烫不熟 那也不能烫过熟 过熟就是吃起来软软 黏黏就好了 这一身板得的手艺 当然有棕破腮女儿的基因 但更多的是在父亲病塌前学来的 最多的是我在病床上学起来的 陪病的期间学起来的 现在这次也没有那个吗 没有 就不想做啊 我想要美美的啊 所以你以前不想做啊 就是不想做 才想要找一点嫁人 就不想要做这样子 因为觉得真的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然后又要一直吹油烟 我不要 哥哥不想做 所以哥哥拼命读书啊 对啊 不想做所以觉得 哦 好苦哦 赶快认真念书 一心想着早早嫁人 离汤汤水水越远越好 但很多事仿佛都是租点好的 又不得讨价还价 就像棕破腮的大锅铲 最后还是回到丁梅林的手中 做年菜做到何咋 年近了 丁梅林忙尾牙版的 还得应顾客要求做年菜外卖 但时间人手实在有限 只能做限量版 过年为大家对话这个 3980的这个年菜十道菜 米糕跟红枕 有两只红树米糕 十斤海鲜羹 然后里面有浸公肉有蜡蜜 鸡油的都有 藤桃就是赞 清蒸冰雪鱼 然后这个就是最香 花雕药膳最香 招牌首鹿菜 蜂匠 蜂匠 蜂匠就是豬子的脚筋 再来我们过年都要有一个脚骨 跟孙胖 蜂蜜白菜肉 1.2公斤的乌骨鸡 然后就是丁梯 然后还有我们佛跳墙 纯骨法链子 为什么纯骨法链子 只是因为没样我都自己做自己换 我特别在为小家庭规划 五人份的年菜 胡椒麻米糕 古早味的干贝 白菜肉 十斤海鲜羹 还有红烧古早 玉品薄跳墙 还有红烧蹄膀 你的食人份的那些菜 大菜也不吃得到 你的份量比较小 对 这些菜每一道都有父亲的味道 藏着对父亲的思念 爸爸丁宗德是云铃的棕破腮 十年前罹患下咽癌 梅铃陪着爸爸 从抗癌到住进安宁病房 整整两年 这两年 父亲用勉强发出的一点声音 和收些笔记 从头开始训练 教他开菜单 挑食材 做菜 摆盘 德爱用几寸的 几尺的 主家需要什么样的需求 要不要转盘 要不要桌筋 要不要乙套 要不要振口碗 我看到我的父亲 他是一个了不起 他就学习语言治疗 然后用一个像鸭子 发出鸭子的声音 然后他每天都不停地在学习 他要怎么发声 然后来告诉我 可以在病床上 硬着伴桌 然后我们聊 是开心的 讲到伴桌就开心 我只是开玩笑跟他说 我要让你 让所有的人都吃得到 还想不到 我慢慢好像也 有 朝着那个方向 对 然后好像有 跟我父亲的成后 有完成一些 就这样答应了父亲 再怎么苦 做女儿的 也不愿意失信 只是妈妈看在眼里 娇小鲜弱的女生 得像男人一样 扛瓦斯搬锅炉 他怎么舍得 说得到我就要扛出来 尝尝这样 不敢这样 这么忙 对 很辛苦 他在吃那个 在拉 我就在家 我去扛 我都会扛 我都会扛 对 文先生就扛 他就扛 这样 我们就看他的关系 现在又看他扛 我们就扛 我们扛 扛功是怎么会扛 他怎么会扛 他都会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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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走了 家里的板的生意 一落千丈 再加上 年轻的女中破筛 总让老一辈的 不太放心 终于有亲戚 愿意把嫁女儿的重大宴席 交给他张罗 接了第一单订单的时候 我是崩溃痛夫的 就是我的爸爸不见了 我要自己扛这个 对着我父亲的承诺 我怕我自己 没办法这样做 可是因为又很思念他 然后我就把我对他的感情 转化到半桌的这件事情上 所以我就不停的看着他 他留给我的笔记本 然后我就一直来每天 重复不停的演习 重复不停的想着这个半桌 要怎么做 我们那个流程 那我就是紧张到 没有办法吃、喝、睡 可是当客人吃到那个味道 是很仿佛是我父亲煮的味道的时候 跑到我的厨房后说 那个丁忠德在哪里啊 的时候 我是抱着那个客人流眼泪 言语间曾经追星要命的痛 似乎云淡风轻 其实是懂得收敛悲伤 因为还有妈妈要照顾 有家业要传承 再说我是台西丁忠德的女儿啊 梅林说 票汉在她的协议里 我觉得女生不论做什么 都要有自信啊 这个是自己的手艺啊 在国产间 在炊烟里 梅林坚守对爸爸的承诺 也疗愈了丧腐的伤痛 这位云林的女众魄塞 一出手就是精彩 你一直在承诺 那里偶尔 你一直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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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承诺 他这位云林坚守对爸爸